Aerlun是一个来自纽约的新锐配件品牌 鲜明烂丽的配色和实用的功能性 是他们的设计风格 但是这个品牌的幕后推手 其实是两个来自台湾的女生 Lin 卢如玲和Tiffany 吴博鑫 嗨 我是Tiffany 我是Lin 欢迎来到我们的工作室 Lin 在洛杉矶念大学 主修平面设计 从小家中原本就是从事皮线代工的生意 而Tiffany 则是来自纽约 主修国际关系 原本是精品公关 两人在洛杉矶认识成为好朋友 发现彼此对于时尚都怀抱着热情 于是决定从好姐妹变成工作伙伴 联手打造了Aerlun这个品牌 这是我们的所有的材料兼皮料 这是我的糖果店 我每次进来就是颜色很多 然后每一季的话 我们从欧洲订的材料颜色之后 他们全部会空运进来 然后就放到这边 所以往后我们所有的生产 都是从这边来取材的 只要颜色多 还有就是不同的做法 不管是emboss还是贴膜 就是只要你材料多的话 你可以创作出很多新的东西 不同的东西 所以我在设计上会比较好玩一点 结合美国东岸纽约的时髦利落 与西岸LA的华丽热情 Aerlun的设计风格 在简约利落的同时 又不是大胆创新 包括贾静文 杨幂都是这个品牌的支持者 而2010年时 更获得美国Aerl杂志 评选为最佳新锐设计师 我觉得好的东西 就是你觉得它在设计上面 还有它的材质跟它的质性上面 能不能吸引我 那我觉得它很吸引我的地方 就是当然皮它就是材质 那再来它用的一些小配件 还有它的五金零件 我觉得它都用得很好 所以我一开始就以为 它是欧洲的牌子 因为通常都是意大利 法国 西班牙 他们才做得出这种水准 所以当我知道 这是台湾人做的时候 我觉得超级骄傲 就觉得好像被电到的感觉 2008年在纽约创立品牌 为了更快加深对皮剑制作的知识 两个女生 甚至在大陆工厂里住了一年 每天日以继夜认真工作 到现在Alan在美国 澳洲 新加坡 中港台本地 已经有40个销售据点 更有酒间自己的直营店 这样的成功绝对不是幸运 而是因为他们的努力耕耘 才有丰富的收获 所以其实我们从美国那样的环境 然后搬去其实也蛮常适应 我们是住在工厂里面的宿舍里面 然后就是一个礼拜上六天的搬 在那边吃就是他们叫食堂 在里面就是吃一个工餐 然后旁边也没有什么搜索的东西 也没有东西做 所以就基本上就是七天就在里面 然后365天我们两个睡同个床 同个房间在同个办公室里 再一年半吧 然后把整个流程都学完的时候 我们才去再坐下来想 假如说我们要创业一个品牌 logo应该长什么样子 名字应该是什么 然后 因为想家 两人也从美国搬回亚洲 目前另在台湾负责设计 Tiffany在上海处理行销 要有热情 让更多人认识他们的设计 请不吝点赞